前面這個是我們自己延伸出來的練習 第一個的話我們針對他題目要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題目第一個是針對哪個工作表 圖書資料 所以後面請各位 自己再找一個 其他學校 像原資大學有沒有 應該有類似這種資料上網的 或者各個學校 一樣會有一些哪個系所推薦的 等等的 那我們也可以看一下不同學校是不是推薦的書籍 第一個當然不一樣 比重是不是也不一樣 OK 所以也許可以找 你們也許可以找一個相關的資料來做練習 那我們第一個他是希望我們在 第一列前面插入10個空白列 然後呢 把這個範圍套用一個 這個表格樣式 叫中等深淺12 然後並且給他一個 名稱叫圖書 資料管理表格的名稱 所以總共會有三個動作非常完整 那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就先在 這個 圖書資料 的這個工作表上面的前10列 插入10個空白列 所以要選前10列之後按右鍵 插入 按右鍵之後按下插入這個功能 那你會發現上面呢 就會幫你增加10個空白列 先選列 選10列 然後按插入他就10個 那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他要我們做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要 在 A11 到H 這個 568 所以其實就 A11 Ctrl Shure 向右 向下 向下應該就568 沒錯 那把這個範圍呢 做出一個叫做 表格樣式 那表格樣式在哪裡 其實就在常用裡面 常用裡面應該各位也常常看到 到這邊有一個所謂的什麼功能呢 這個常用裡面的 叫做格式化為表格的功能 有沒有 那他中等深淺 12吧 中等深淺在哪裡 淺色在這裡 中等深淺在這裡 那中等深淺的第12個 第12個應該是哪一個 2467 有沒有 然後 應該是這一個吧 12 對 這一個 所以呢 就是根據他要的 反正他按照順序嘛 那你就找到中等深淺的第12個 按下他就可以了 OK 然後問你說這個範圍是不是對的 然後底下有一個 選項是有沒有標題 因為我們要標題 標題他好像有規定 這個標題名稱的話 他要叫什麼 叫圖書資料管理表格 所以我們就按確定之後的話 圖書資料表格 那你可以看到 哪個地方可以增加名稱的 有沒有發現 在那個什麼 表格名稱這邊不是有 所以喔 我們就是在上面 輸入那個 圖書資料表格 這幾個字 所以把這個名稱 改成叫做 圖書 圖書 表格 OK 總共 把這幾個字打上去 圖書資料 管理 管理表格 然後呢 把這個名稱加上去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他要的 總共有三個動作 其實都還蠻直覺的 再來的話呢 動結 螢幕 1 到 11列 什麼意思呢 動結 那所謂的動結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到 我們目前 假如說我向現在捲動的話 你會發現向下捲動 他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 向下捲動的時候 上面這個 那個什麼 標題 會跟著移動 所以呢 你只要向下捲動 那你上面的那個 標題名稱 你就看不到 所以他是希望做什麼 你向下捲動的時候 只有 12以後 的資料捲動 上面的 11列 不要動 OK 不要動 那怎麼做 特別重要 這個其實就是 考你會不會用一個功能 叫做所謂的 凍結窗格 包哥沒用過凍結窗格 凍結窗格之後的話 他這上面 這11列 就不會動 那怎麼做 一 請你把 你不要動的那個 就是說你要從哪個地方 因為我要1到11列 這個不要動 所以從第12列選取 所以選第12列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找到那個凍結窗格的功能 應該是在哪裡呢 在檢視吧 檢視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找到一個功能 叫凍結窗格 凍結窗格的話 它有區分 你是要凍結整個窗格呢 還是要凍結整列 OK 那我們來看 理論上是凍結整列 不過題目有沒有特別有規定 凍結列 所以 記得 把第12列選起來之後 找到凍結裡面的話 凍結 頂端列 把它點選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選取第12列 然後呢 凍結窗格 看一下 解鎖 以捲動整 這個 這個是取消 把它取消一下 如果你要增加 就是從這邊 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一樣從這邊 這裡的話 捲動時 讓目前所選 讓目前選取的 維持可見 所以我如果希望維持可見的話 那應該要把 把這 1到11列 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的話 跟他講說 我這個地方要凍結 捲動時 讓上方維持 所以選的方式不一樣的話 可能結果就不一樣 如果你是用選取的方式 就用這個 如果你是選第11列 你就用這個 我們用這個 把這1到11列選起來 點選所謂的凍結窗格 這個時候的話 1到11列就凍結起來了 那我把它向下捲動 看會不會成功 有沒有你會發現 下面的那個 這個資料有捲動 有沒有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應該 這個不要動 所以 應該 來取笑一下 應該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用凍結列才對 所以 比較正確的是 應該是用這個方式 凍結頂端列 我看一下 看一下 剪端列 變成第一列 出4 出4 等一下 應該是先選第12列 然後再 按一下那個 檢視裡面的凍結窗格就可以了 OK 不是不要選錯了 選這個就錯了 應該選這個 凍結窗格 那怎麼知道對 你就把它往下捲動 如果第12列 它維持在上方的話 那表示是凍結成功了 OK 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很簡單就是 再把它取消凍結 OK 那我們再來的話 第1就完成 第2的話 就是做交叉 分析器 這個的話其實跟我們剛剛的篩選有點像 那個篩選的話 當然你每次都要手動去選取 那 交叉分析器還蠻好用 用按的就可以了 所以它希望怎麼樣 把兩個交叉分析器放在上方 那做的方法 那1 一樣先怎麼樣 到設計裡面 油標放在這個表格裡面 第2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會有個 插入交叉分析 篩選器的功能 那主要 它針對 學院跟系所 打勾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有 一個 這邊就有兩個 那它的好處是 你要點文學院的 中文系 那底下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做一個 篩選功能出現 所以這邊其實 還蠻好用的 有點像篩選 但是呢 它這個功能有點像固定在上面 可是呢 如果你現在呢 把它取消篩選這邊 篩選 清除掉 OK 但是呢 你現在放在上面 第一個啦 蠻醜的 因為它這個沒辦法 剛剛好大小 所以它第2個 希望你把它做一個調整 調整的部分的話呢 要針對哪個部分做調整 我們先 針對學院部分 它要做哪些 兩欄 然後要較深的 篩選器裡面 深色3 然後寬 7公分 高5公分 OK 所以呢 我們就針對這個部分來做設定 第一個的話 選這個 學院 然後兩欄 有沒有 它變兩欄 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那個 顏色的話在這裡 樣式的話深色3 深色第3個 OK 就長這樣 那再來的話呢 它的寬度 寬度是多少 寬度應該是7公分吧 高度好像5公分吧 對不對 OK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設定完之後的話 它就剛剛好可以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有沒有 還蠻美趣的 OK 再來的話 有嗎 差不多啦 OK 意思就是可以放在那個位置就對了 好 再來的話一樣 這個 接下來的這個 這個系索是要什麼 六欄 然後深色5 5公分 寬 5公分高 27公分 寬 然後呢 所以我們一樣 把這邊改成幾欄 改成六欄 然後再來的話 高度一樣是5公分 然後 寬度多少 27 然後再來 一樣你會把它移到這邊來 所以大家放這個位置 然後再來的話呢 它的那個 樣式的話呢 好像是第五個 123 第五個 OK 好 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 要的這個效果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做篩選的話 其實就可以怎麼樣 你會發現 文學院的部分 如果你點文學院 這個時候文學院 只有文學院出現 有沒有 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取消 所有的又出現了 全部都出現了 然後如果你要哪個學院呢 也可以從 上面這個交叉分析器 去找 或者是說你可以哪一個系所 比如說你要資訊系 有沒有資訊系的出現了 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就是取消篩選 有點像 剛剛我們那個篩選功能 它就可以做成 很大的一個圖示 直接 就可以 把它放在這邊 所以其實這有點像篩選 的進階功能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 1 跟2部分 都沒有完成 OK 畫面先換給2 好 one 喔 大家可以 好 是 助